我看到有朋友说要把大笔的资金放到货币市场基金 然后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把我吓了一跳赶紧上来发个视频 虽然说货币市场基金它的利率是挺不错的 目前有5点多 那有些地方搞活动会给到8%的一个利率 挺不错的 但是呢它还是有风险的 我之前两期视频其实有讲到货币基金的优点和缺点 但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于5%的利率 8%的活动利率 就比较没有太关注于它的风险 虽说它的风险非常小 但不是说没有 那我先说一下 它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产品 那风险很小 目前美国市场上有6万亿的资金在里面 所以说市场认可它是个不错的投资选项 而且它投资的大部分还是像美国国债或者机构债这些债券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完美 那它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利率呢是浮动的 不是固定不变的 大家看这边的详细解释 它是7天浮动利率 它的利率是跟着市场变动的 它的长期利率的话 10年期的话 它的平均利率只有1.21 它是跟着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走的 那目前的基准利率呢 在5.25到5.5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投资产品目前的利率比较高的原因 但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呢 它当然会降息 而且预计今年就会降息 这个利率只能保证在这段时间 它是在5%以上或者左右的 那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之后 它会慢慢下降 不会下降非常快 不会说现在是5% 瞎的一下 降到2%不会 它会慢慢的 比如说是从5%降到4.8% 4.6%这样下降的 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这样的准备 那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呢 美联储最新的一期会议就是在1月31号开的 这个时候它其实说的还蛮明确的 它目前呢是保持利率不变 就是在5.25到5.5之间的利率是不变的 然后持续降低债券的持有量 保持目前量化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 去年美国的整体GDP是在3.1% 这个比之前的数据要好一些 那当然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贷款利率非常高 这个就让买房的人非常痛苦 那今年随着美联储的降息 它的利率也是会慢慢的下降 但是不会突的一下降下来 可能在6%左右的徘徊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的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固定投资减少 因为利率高了嘛 所以企业的现金就受到限制了 这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吧 就是一波一波的在裁员 资本家们要降本真相 这一段话就讲的比较实在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利息已经见顶了 目前5.25到5.5的利息 基本上就是这次加息的峰值了 今年某个时间段会降息 目前还不降息 华尔街目前给出的预测是 3月份美联储的会议呢 降息的可能性是40% 但是4月底的美联储会议 降息的可能性就达到90%了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样子一个推算呢 来布置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货币市场基金 它的利率的话 就是在目前近几个月当中 它还可以维持在5%左右的一个利率 但是随着美联储的降息呢 它也会慢慢的降低 至于其他三个小问题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讲的就比较详细了 我就不再啰嗦了 总结一下货币基金呢 它比较适合是短期的流动的钱放在里面 比如说像我的话 我会把炒股的钱放在里面 那我随时随地可以去购买股票 那有一些呢 会把它的紧急备用金放在里面 回到长期的资产配置的话 你还是要去配一些其他的产品 而不是对着这个短期的一个小零钱包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